孩子对二手书店有着满满的后期 最大来自于如何营运及创业理念 我们为了要把这些书留下来 不管是情良的书 还是历史的书 文学的书 这些书都一定还会有人想要看 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知道一下 我们金融市有个二手书店 在做些飘书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阅读有不同的形式 而且在访谈当中 可以透过人生的阅历 就知道说如何从阅读当中 去吸取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所以今天我们小朋友从建书店开始 到我们的著名的雕塑 一直到我们的余约二手书店 他们应该是收获很多 也算是我们给小朋友一个毕业的礼物 中和国小601班师生 策划这一场转换课堂风景的活动 邀请到陪伴他们阅读的苏奶奶一起到场 进行幻书的温馨活动 品格能够感化一个人的心灵 那你心灵感化以后 将来你到社会要找工作就比较简单 那其实苏奶奶跟我们合作呢 已经有超过超过五年的时间 那苏奶奶已经90岁高龄 但是她每个礼拜呢 几乎都会来学校 各个学校去做一个爱阅读 跟品德教育的活动 我们在苏奶奶身上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比如说诚信 品格教育为首 教育处中生科科长及中和国小校长 都亲自参与活动 给予师生满满的祝福与肯定 基隆在阅读的推动不遗余力 那我们也将在112选年度我们要率全国之先 在所有的国中国小 每个学校都会设一位阅读推动教师 那我们希望这些阅读推动的领航员 在学校可以透过 推出不同多元的课程跟活动设计 那我们的阅读可以从小扎根 孩子们也特别选读文章 进行live podcast分享 为国小六年的生涯 画下完美的句点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